说说您最近新书吗 对 写完了 对 这个情况花了多长时间 我改了六次 有时候我脑子变了 晚上一睡觉起来 变了前面一照重胎过 我写书很少就一次不改的 我少不能写字了 就这两个字都可以用 所以我现在很怀念我手写的日子 晚上想到一节了起来爬起来写 现在是不行的 差很多很多 看你写的题目 就问我的心情 我这一年两年的心情是不好 但我的瘫痪是一个问题 两年之内慢慢慢慢 越来越坏 骨头和肌肉融合了 神经没法治好 痛了痛的一堂糊涂 逐渐出去脚不能动了 也不能提起来 我除了坐在椅子里 就拿棍子沉着 我床上有个吊车 像吊猪一样的 从车子里吊上床 从床上吊到车子里 那一段是岁月 到现在也三年了 倒不这么难过 最近难过是看着世界的局势 实在难过 情势越来越坏 美国和中国的对立 尤其叫我心里一直挂心的痛的是 大陆和台湾 一个是我生的地方 一个是我长的地方 这种情感 如果情绪很不好 身体就大受影响 每天晚上 尤其最近 惊惧的心 瞎了个心 就等于年轻的时候 天天就轰炸 不轰炸的时候也惊醒 恐惧的心 92岁 随时可能完蛋了 我该做的事 我不要耽搁 今天做下去 我记得四年前 您跟我说 要为常民写作 其实您这三年 其实通过讲话 各种都是在跟常民在交流 而且是个很大规模的一个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你跟他们直接交流 您会觉得 自己这些思考 是的确帮得上他们吗 还是觉得 可能也是有非常多的障碍 我想 障碍是一定有 误解也有 甚至于听的人 故意确切我 涂黑抹黑我也有 我跟他讲 我有这个机会 跟自己同胞讲话 有什么不对 我为我的听众们 这设想 我保持跟听众对话的机会 这几年来 是做的是不少事情 我也愿意做 原因是什么呢 我总觉得 中国列尽苦难 这个痛伤啊 在三代人的心里啊 今天的青年人啊 这人已经什么本钱都没有了 变成 我为他们悲痛 我现在跟他们讲话 我理解 他们也悲痛 他们不是悲痛 惊慌 他觉得不对 所以我这几年的功夫 我最大的中心点 是放在 和他们 关注 厉害以外 金钱以外 还有什么 有人 有你自己 中国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外国 过去 是对外国 是惧怕 是厌恶 惧怕也罢 宣布也罢 都不客观啊 以为是不好看 干啥的事 嗯 最后这本书 我就特别的说 中国为什么特别 全世界哪个国家 在一个州里面 占了最重要的一大片 但中间的画的自然界限 两条河 两条山 山不高 河可以渡 在中间 都可以合在一块 这个没有别的国家 可以有这些便宜出 我们中国这么大一片 特别的地方是 每一个地区都融合 你进来吧 进来 一百年两百年 消化掉了 谁认不着谁是匆奴 谁谁都领到那个先辈 而是自己发展了一套 不靠上帝 靠人 上帝就是我们人的理念 而不是人向上帝降服 向上帝降服以后 有人假冒上帝来骗你的 所以我拿盘古这个传说 做个解比喻 人家的人 是上帝造的 中国的人是 一个巨大的人 叫做盘古 在他深圳里边 山脉 就是骨骼 河流就是血液 眼睛就是日月 暴发就是树林 而这个化成一个个小的他 就是你我 所以宇宙跟人是一回事 这个比喻很好很好 盘古的比喻 这个就和上帝造你天地 是对立的 这个特色跟欧洲完全不一样 中南美 我们不知道他的历史 因为被西班人烧掉了 北美的历史 新的历史 是一个好的开始 可是很不幸 走向坏的结束 美国的问题是 他一直以为他二战 击败了德国 那欧洲挽回回来 他功劳大得很 中国话里边 进国做霸主的时候 赵家的前面开中的那两个 赵帅是冬日温暖的 赵顿是夏日难受的 美国自己 他老记得冬日是他的特权 他就拿着特权 叫你夏日去靠死你 你还非得挺我不可 那您觉得 美国现在是夏日之日 但中国是什么呢 少年的躁动气 我这可就这个少年 当年是个躁动儿 我是希望中国 要拿着躁动儿 躁动气过去 成熟 至少有一点 我已经看见好的地方了 现在人家吃了下饭来了 吃了下饭来以后 人已经开始自尊心了 也开始很清楚地 觉得人跟人应该平等了 这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穷人 他没信心 这个 今天你没看见 好 刘儿您喝点水 谢谢您啊 谢谢 今天你不会看见有人 躺在地上 都挺饿 冬死 跪在地上 问你给他一毛钱 见他自己 今天没有了 这个已经了不起 使得人可以 不因为肚子饿而卑鄙 不因为肚子而凶饿 这好的起点 下面我们要做的是 有知理 知理什么 人跟人之间的 对应相称 平等互卫 的关系 我们要长明 过着日子 顶头是天 扶起 扶起 扶起头 看那样地 这种人 所以我的 人间观 这个观念 就是希望 这种情况出现 我们不这么做的 孔子说 天命 是这样子 不是皇子 是在人的省间 孟子说 最可贵的 道德 彻隐之心 仁义 理智 都是你本心里边的 你看看三岁王爬的井旁边 你不是他亲戚 不是他朋友 不自觉的 你自动的会拿他 抱过来 摆得远远的 或者腰壳 你家的小毛 小心点 他一直在爬 你不求他父母称赞你 不等来说奖赏你 你自然心里出来的 孟子军这种例子 许多都是自然心里出来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构成了后来 中国的儒家 一直追溯的地 往里追溯 往里走 就找你自己 里边自己找出来的秩序 是个理性 加感情 一起在的 好 我应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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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历史上这么多人物 那您觉得您的内心跟谁是最呼应的 最触动的心里的人 书东坡 为什么呢 怎么讲 书东坡心胸很宽大 他的心里挠油天地之间 他是不主张没守的 但他看见网安室的霸道的办法做 他不愿意 还有范宗彦 他的瑜伽傲 他的城上看着老兵守城 心病在哭的念家 月光之下 强敌鱼鱼的响 他那个悲痛 在岳阳楼梯里头 在朝我有老百姓 在爷我有皇朝廷 先天还是幽儿幽 后天就落而落 范宗彦这话 不是口号 最后最了不起的是 他创立了主产制度 小共产 我的主力 护下一个社会救济 这个很了不起 从他以后 这个就变成 南方都会做的事 我祖母会带着 祖里边的 所有的年轻人 春天养蝉 全祖里边的穷困的 艰难的 光卦孤独的 都有一定的捐天 这个制度 将来很普遍 我一直劝说 社区性的社会福利制度 老有所忠 又有所养 亲密度 可以维持 社区自己的安宁和和谐 我们刚搬家的时候 我们隔壁 断个水果 说你们吃的水果 坐着聊聊天 现在没了 二十年时间 隔壁如末路 我连他信什么都不知道 我想问你 比如说 过去一个世纪 几十年 基本上是一个乌托邦 瓦解的一个 而且我们对乌托邦 有很多的警惕 它是充满了灾难 但对您来说 有一个乌托邦的存在 对一个社会 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人安宁 不至于寂寞 人是聚集的动物 人不是 不是孤独的狼 人不孤独 就健行而思齐 因为人家群众的眼光 照着你改变 你可以选择弱干程度的 隐退 但你不能逃避的责任 在二十世纪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会有那种花果票 那种哀叹的感觉 无力的感觉 为什么在您身上我觉得好像就是很强的一个motivation 我要去做什么 第一是战乱之中 一无所有 一无所靠 我们居然能够读完书 个人情形不一样 但是都可以说一句话 说我的事不是在书房那边而已 在后来我有台湾的舞台课去做 感到一个有大事情可以投入 做着真不想到自己 到了两岸之间沟通的时候 我自己每年回去看考古 新的考古的成就 别人在书上看钱 我在地上看钱 地底下看钱 但我也尽了我的力 像考古节的同仁 主办培训 别处考古的假设如何 技术上如何 得到成果怎么样 怎么样解释 可都告诉他们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没地方用 这个就不会有活过平能之感 那一代之分 很容易陷入我们某种 等于缺乏主体性 缺乏自信的一种状况 对 而且您这代是在他们影响之下 成长起来的吗 那您觉得我们是可以很快就走出去了吗 或者说怎么面对这么一个状况呢 我的看法在20年代是中国很重要的转型戏 20年代出来念书 带回去 说实话 有超过一半是空的 绝大多数没有深入 绝大多数没有在海外做过真正的集体研究 或者一个大的学术社会 里边大家互相抵立 互相欺求 互相批评 那一段人回家 空卖空 后来是没有本钱站起来 能够站得住的人很少 那么现在我不能说再衰退 我看见人在改 看见年轻人在渴望 所以我舍了 老过头散来无所谓 我舍了 但是我不愿意被利用 所以要宽我怎么样 我不愿意 所以我还有个问题 应该回到你 新年就业是吧 不是不是 就是每个人都受到自己的 各种困扰的限制 在一种不断受限的情况下 怎么能够不断创造一个新的 这种自己一样 或者新的一个空间一样 阅读 尽量看各种不同的书 这我补充他的话 你讲的问题 其实不是现代而已 比如说 大多数人没有想阅读的机会 或者是阅读的习惯 所以叫他阅读那也很困难 但目前更容易是麻烦 代气品太多 所以就叫应时代 因人而异 您觉得在这样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就变化如此之快 然后包括您说的 各种这个技术变革这么多 然后人的整个注意力 这么分散 就做一个历史学家 他需要的素质 和他这个时代的意义 跟之前有会变得不一样吗 同情两个很要紧 同情不是可怜 同情男女放到她的处境 她的地方 她的时间 你跳到她的手 去把她想 这一种训练 你对历史的情况 背后的人又认识 培养中 对一个时代的同情 对同 许多时代同情 对整个人类的同情 是一个悲悯 真正好的历史学 不是冷静的 是很痛苦的 悲悯之念 造你非常难过 在您信中 古今中外 最让您敬佩的历史学家是谁 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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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深明白的乐趣 他骂那个 五弟 直接过头不见肉 五弟他一点办法没有 他还叫他写下去 他不杀他呀 他给他公行 对呀 可他不杀他呀 至少他还叫他写呀 如果您 有机会跟司马迁 住在一起 您想跟他聊聊什么问题 解他给我们的美誉 真正老假 读死记 懂得解谜的人不多 他留几个漏洞给你 你看不到 能懂得他 为什么写哪个章 那张的笔法 为什么如何 和我们一大堆背景 我对司马光不配复 司马光是皇帝说话 就两个司马不一样 那许先生您觉得 比如因为 因为每个历史学家 都对看待历史 或看待时代 有他的一个 属于他自己的看法 您怎么解释 您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每个群 对自己过去的一个认识 认识是为了说 肯定不肯定 是另外一回事 每一个国家的人 对他自己过去 是要有了解 但了解里面 要有人提醒 中国应该有这种人 我看见有很多年轻人 在努力在创造一些新东西 先尝试一些新的方向 才科幻也罢 讽刺小说也罢 都有人在做 真好事情 大家经常忽略 经常合作 经常切磋 要有人若干超越 现在提醒大家 这个是啥种 我举一个例子讲 唐代 开源千宝 转转滑滑 但是落到后来 白居易的时候 琵琶形 这里落差落多大 渡过那个难关 靠几个人 韩瑜 柳中元 等等等等 柳中元啊 写了一个 国陀陀传 驮背了园丁 种什么活什么 问他 你为什么能做 他说 我爱护植物 我给植物照顾得好 刘玉璇就忽然想 咱们人是天上的植物啊 所以国陀陀的精神 帮到人家来不是很好吗 这一下子 刘宗 还有一个解脱了 所以每一个关口 要有关键性的人物 提出一些关键性的课题 起发之重 你许志愿是一个 穿针引线的人 以来许多不同的想法 陈述给大家听 功德无量 你该多吃口蛋糕 刚才您讲到 韩玉 柳中元 刘宇熙 这个骨子真好 刘宇熙这些 我看到他休息一下之后 精神更好的出来 其实我内心有很多事 也有某种事 我觉得 然后我就有一种 觉得感 一种新的感觉 就是好像我们可以什么都聊 我们可以 唱所欲言 然后 我可以把我心中任何的疑问 都抛给学生 听他们的看法 我就希望那时候 那时候开始就是一个 无尽的谈话 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我用各种不知道的事情 我都想问问他 我确实每次跟学生谈完之后 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都被 撑开了 而且又提起我很多新的好奇 比如说到 韩玉 柳中元 刘宇熙他们那些事情 我都知道他们名字 模糊知道一点 但到底他们对整个唐代思想的转变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听完他讲了几句之后 我就特别好奇 我就很想回去 就去翻那些资料来看一看 许先生最后走的时候 跟您说 希望您做一个 穿着引线的人 那您现在有更明确这件事情 对我本来我也觉得 我适合做穿引线的人 那当然许先生这么一说 我觉得他也帮我更 确认一些东西 就对我自己做这些事情 也有更 那你得到一个 我非常尊重的人的 确认 鼓励 对我是很大的动力 嗯 我 或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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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